副总理王瑞杰欲请人力资源专才不断提升技能 更好的在由科技驱动的大环境中 通过数据分析和科技业专属的人才管理等 协助企业和员工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王瑞杰出行世界人力资源大会时说 人力资源专才拥有所需的技能 协助制定正确的架构、系统和流程 来推动劳动力和工作场所转型 全球一千多名人力资源专才出席了在本地举办的大会 探讨的个体包括打造支持、灵活工作安排 照顾员工心理健康的职场 同时确保员工有公司所需要的技能